这个房车流不流白 昨天晚上下雨了 331国道上 有一段路导航不出来 从这里到挪北县 如果用导航的话 他非得让我走一春市那边 那就要多走差不多一两百公里路 所以说我决定先去加印县的县城去看一下 到底上面331国道能不能走得通 我在这个地方被拦住了 因为他们上台要前面在铺路 不让过啊不让过 他们说要今天晚上六点钟才能铺完 被卡在这 这边331国道在铺路 铺路快要完了这一段 就是最后一两天刚好被我赶上 过不了拦住了 我实在不想等啊 所以说 返回之后往一吋方向 刚刚在这 倒车了 然后链条掉了 链条掉了 先把行李全部卸下来 今天来到这个乌拉嘎镇之后 链条修好之后已经快六点钟了 所以说 不打算往前走了 因为前面还有25公里的烂路 今天在这里住的一个相当于轻女吧 有史以来最便宜的15块钱 四个床位 钻了一圈买了三个肉包子 先晚上凑合着吃一下 今天车子倒车之后 因为油门太紧张了 油门没有松 导致那个 链条卡死了 然后 今天碰见一个大哥 是他 嗯 他顺路到这个乌拉嘎镇 所以说他过来之后 帮我找了一个 绣摩托的 不然的话 我今天要在那里 打帐篷了 乌拉嘎镇距离一吋的话有150公里 其中有二十几公里的烂路 从这里开始 就是烂路了 也算不上烂路吧 反正就是砂石路 终于结束了 这个烂路 这个地方距离一吋的话还有三十来公里 每家每户楼顶上都有好几个烟通 我现在是去往鹤港的方向 这个山水可准美你说了算 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的设设设设设设设计 以前的摄影里面是全是废弃的 长这么多草 就在这个国道332旁边 可惜啊 可惜这个地方没有卫生间了 刚刚这个厂房里面上了个厕所 用了个大火 现在我就不怕了 我准备就在那个福特的老摄影店那里去露营 今晚就在这一面露营 因为那边那个背阴处那个里面 刚才我上了个厕所就在那边 然后那个草丛里面有人拉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有很大的味道 我还是搞这边吧 这边没什么味道 今天从早上七点多起到现在下午两点多 也是挺累的 先睡个午觉吧 睡个午觉再说 今天炒个包菜吃 先把蒜蓉和辣椒大香 好了吃饭了 花式米还一点 喝点 乳黄瓜 晚上的话吃这个饼子 这个饼子两块钱一个 很大啊 一个应该就够了 这个饼挺好吃的 在那个厕所里面 饼子 吃饼子 这个饼子 Financial饼子 给你就把把ml的砂糖 这是一 устрой 感情有趣 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